各位同学 我们在前面的部分 已经完整的介绍 我们人机界面的各个聚集的功能 相信大家了解这些聚集 所使用的条件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 就是要去编写这些聚集的内容 也就是要使用所谓的聚集指令来完成 那我们的聚集指令 基本上由厂商提供各式各样的聚集指令 来进行各种资料的处理 那这些聚集指令 大致上可以分类 分成这些各种种类 因为有很多 所以我们要分成几个群组来做介绍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算数运算的聚集指令 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群组 第一部分呢是做整数的运算 那包括一般的加减乘除啊余数啊之类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进行浮点数的运算 也就是我们有一些带小数值的这些数值的运算 同样的呢也是有加减乘除等等的运算 那这些算数运算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 特别是在工程上面呢有时候要用到一些几何运算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三角函数也可以由厂商提供的函视库来进行这些资料的处理 那第二个群组呢是所谓的逻辑的运算 那逻辑运算相关的聚集指令呢就包含有把所有的数值呢进行二进位的转换 也就是每一个bit都是0跟1 然后呢进行各个bit也就是位元的逻辑运算 那这些位元的逻辑运算呢包括有or,end,exclusiveor,not跟这个shift这些呢逻辑的基本的资料的运算处理 那下一个群组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资料搬移的一些聚集指令 那所谓的资料搬移呢基本上呢就是要将我们在人机这个装置里面 暂存器里面资料呢做一个搬移的动作 从某一个暂存器的位置搬移到另外一个指定位置的暂存器里面去 那所以呢这些指令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一个的搬移 也就是用move或者是区块的搬移 这个bmove也就是blockmove的一个动作 那还有其他呢各式各样的资料搬移的一个动作 那move呢其实就是我们会最常用到的一个聚集指令 因为当我们在设定参数或者是调整参数的时候呢 常常就会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所以呢这边我们特别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除了用move这样的指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等号 那直接呢指定位置或者是将一个常数1搬移到位置50.1 这样子的动作呢都是可行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类组呢 叫做比较这个聚集指令 那比较呢在我们的控制上面是常常发生的一个行为 那主要呢我们就希望说比较数值的状态来进行一些控制的动作 那我们比较的指令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所以我们在自动化设备里面呢 我们常常会去截取各个这个设备的讯号或者是状态呢 借由一个判断 然后呢来调整我们系统的参数 那希望呢让我们的这个系统设备的操作呢 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设定参数的状态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指令 简单来说呢 它就是像我们在写一般程式语言里面的if条件式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这个逻辑条件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较的判断 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就做什么 那如果不成立的话也许就不做 或者是再进行其他的判断 那所以第一种格式呢就是说 如果逻辑条件成立我们就做什么 那这个go to呢就可以指定一个位置 那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说成立的时候呢 就是呼叫一个子聚集来做这个子聚集里面的动作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子聚集呢 是把某一个位置的资料呢 d加1就是这样一个呼叫的方式 那我们比较的指令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比较数值的大小 或是判断事件的成立或不成立 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另外利用这个if的过程呢 自己撰写一些我们所要的聚集指令的内容 把它包含在这个if跟andif之间 如果我们的判断条件呢更复杂的话 那我们呢就可以写出这样的 潮状式的一个if判断式 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可以写出呢 如果逻辑条件a成立 那我们就执行一个群组的聚集指令a 那如果逻辑条件a不成立呢 我们可以接下来判断它符不符合逻辑条件b 那如果成立这个条件b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聚集指令b的这个群组 这个else if呢我们可以继续设定更多的逻辑条件 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个else 也就是说呢只要你不满足前面所设定的逻辑条件a 逻辑条件b或者是其他条件呢 那我就执行这个聚集指令c这个群组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指令呢 也就是if else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操作的状态呢 来决定我们要做哪些动作 那我们比较指令呢 也可以去比较符点数的大小 那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这个if的一个架构呢 最多呢我们就可以做七个条件的一个判断 所以呢在撰写的时候呢 不要超过这个限制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利用一个操作范例呢 来展示这个比较的功能 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建立一个新专案 然后呢在这个画面里面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按键跟一个数值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利用一个判断式 所以呢我们这个数值显示我们希望它递加 但是呢我们要取决于这个按键的状态 来决定要不要改变这个数值的内容 所以当按键是off的时候 我们就不改变 然后呢当按键是on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这个数值的内容呢 会每秒钟呢 递加10 那所以呢不同的按键状态就会影响到 这个数值显示内容是否要改变 那所以我们就要利用if来做一个判断 那更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设一个条件就是 当我的数值超过100或是到达100的时候呢 我就希望这个数值的内容呢要归零重新开始计算 那所以呢在这个范例里面呢 我们就会了解到说我们必须要建立两个比较的一个判断 一个是判断我们的按键的状态 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数值内容的大小 那根据这些不同的条件呢来决定 我们一部分的聚集指令呢是否要执行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一下操作的影片 同样的工作要求可以使用不同的手段来完成 而选择适当的聚集完成所需要的工作项目 也是一种经验跟技术的累积 在这个范例中呢 我们要选择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受按键控制 而又能够定时增加的一个画面设计呢 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只要有定时这几个字眼 我们就一定要用画面cycle聚集 或者是专案的clock聚集 为了要简化让我们使用画面cycle聚集 而在这画面cycle聚集中呢 我们使用比较的聚集指令也就是if 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if的格式呢 我们去判断位置0.0的按键是否有开启 如果有我们呢就让它这个位置1的数值呢 递加10 这样子呢每一次cycle的延迟时间到达时呢 它就会进去判断按键是否为on 如果有就会进行递加的工作 有这样子的设计呢 我们可以看看程式的执行 这时候呢当按键是off的时候 数值的内容是0 但是变成on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它呢 每秒钟就会递加10 当我将按键呢变成off 这个递加的动作呢就会停止 on的时候呢又会继续递加 这样子就可以符合我们的工作规格 从以上的操作影片呢 我们学习到说利用这样子的比较 我们可以决定很多事件 或者聚集指令的执行与否 这对于我们在做自动控制 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因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操作状态呢 来判断来决定一些动作是否要执行 一些设备是否要开启或者是关闭或者是要调整 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将我们的自动化设备呢 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操作需求呢 做适当的调整与自动控制